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3月16号周四 美股尚未开盘 感谢大家的offer straight 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期权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每天生命我们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多大学的记忆观看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好那先看一下整理市场的情况啊 那冬令时已经过去一周了 夏令时然后呢各国都提前了一个小时开盘 欧洲开盘之后呢反应比较剧烈一点 然后美股是有风高回落 继续有测试标普3800的这个趋势 而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过大概率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日线级别的周期接近触及底部啊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 日线级别的蜡烛图也来到了三方差区间下沿 然后也在trick上面也出现了严重的超卖 但是还没有出现底背离 四小时呢出现底背离 所以短期有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节奏啊 目前还是受阻于蓝线 蓝线一时过不去 我们看到一次两次三次过不去 那很有可能还会测试3800啊 那一般是不过三 如果测试几次过不去的话呢 就往反方向去测试 那测试3800如果穿了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利空出尽的 之前我们说过这样的剧本啊 如果这边有突发性的消息 欧洲也好或者说新兴市场也好 哪怕说北美这边再爆新的雷 那3800破掉之后 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个恐慌 那这个恐慌结合情绪上来说 那已经是到位了啊 Extreme Fair CNN 18 那像这样的数值的话 基本上是很少见到的啊 再出现恐慌很有可能就下时了 到个位数了 到个位数的话 每次都是很好的买点 然后同时看今天早上 周四刚发的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这个数据现在目前打不开啊 但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 看跌的数据 然后呢很少的看涨的人的数据啊 同时还有这个季节性的规律的话 也是指向三月中下旬 可能会有底部的这种可能性 估值的话虽然偏高 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迎来 一个短期的反弹吧 我们在终极的标普百的目标 很有可能会在 三千 三三千四 是我们去年说的 但有可能这个目标 会不会在今年达到 还是说就此止步于三千八啊 是用这个分析准来看吧 先看这个Future 稍等一下啊 好 现在应该可以了啊 稍微关了 好 可以啊 大家看回来这里 今天早上 还是轻微低开 然后VIX起来啊 那VIX我们今天说过 还是再往上冲 也是来到了近几天 收的相对的高点的位置 那只要VIX不断向上冲 这里如果大家打开这个日线的话 或者说 我们看 实时图吧 这里期货的charts VIX今天是上到26啊 那这个VIX还是一个圆弧 然后突破的一个一个事态 那VIX有可能会往30甚至更高的位置走 那这个是我们说过 大家可能要注意的 恐慌指数还在不断的蔓延 今天早上能源板块继续往下调 科技还有其他板块分化比较大 然后 整个group来看的话 还是能源往下杀啊 那能源跟银行两个是 这边的重灾区 我们说过这些板块都是跟银行有 重要的关联的 那银行提供资金给他们 那资金如果出现流动性枯竭的话 对基础原料 能源 还有工业 包括房地产 都是负面的影响 从而对一些可能防御性比较强 现金流比较强的公司 包括一些科技公司 可能会稍微的 有 这个稍微影响小一些啊 因为我们看这个VIX也出来了 VIX现在是占上了26 之前25 24是一个坎 那现在回到26以上 然后能够维持在26以上 一天啊 那我觉得这边很有可能将会冲到28 甚至30 32 最终 如果有什么大的风险爆发的话 那VIX可能会 像去年2月份那样 冲向更高的位置 那如果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 之前的50 cent trader 五毛哥 是在去 20年 两年前的几乎 同样的时间 出现 然后VIX当时是从 20 然后冲到接近80的位置 很快啊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那这边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横盘 VIX可能 还是会有 这样的爆发性啊 那这个是我觉得 完全有可能会发生的 对吧 像07年08年 当时很多人可能没有预料到 或者是 觉得不会这样 最后一个收取 但是我们看到全球性的金融性灾难 那现在呢 也可能正在上演啊 当然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但我觉得最终的事件 还是会有一个更负面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是灾难性的 还是说可控的 我不知道 因为 从这个事件的这个最小阻力发展 事件来看的话 这事件还会不断的蔓延下去 那最大的风险可能不在北美 最大的风险可能在欧洲 也有可能在新兴市场 像巴西啊 土耳其这些国家 如果一旦金融体系烧到 传统金融体系 遭到冲击的话 是不是会有更大的风险 当然这风险会不会再次 拉回来影响美国啊 然后从而使得这个VIX出现一个 更大级别的突破 对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长线的机会来了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借助这个波动的话 也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短线的机会 那我们看到2020年 当时是一个很好的长线的机会 新的一轮的牛市开始 当然这牛市只有两年 强行的续命啊 因为美联储的原因 那这边可能美联储能不能救 我不知道啊 或者说要不要救我也不知道 怎么救我也不知道 很多事情还得不断的再去看 这是一个未知事情 然后呢这里更大的可能性 我觉得市场是VIX会尝试突破 在经过这么漫长一个横盘之后 同时呢 也出现了潜在可能突破的这种事件性的助推 如果一旦突破的话 我觉得首先我们大家先要关注的是银行啊 先看银行 KRE 对 这里我看到同学已经问问题了 昨天我们其实讲过这个事情 银行 KRE可能低点已经出了 结合成交量来看 当然 目前我觉得不能单看价量关系啊 事件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在这种绝对的黑天鹅事件 或者说突发性小概率 或者说这种事件面前下 新闻下面啊 任何的技术分析都是无效的 所以KRE也要做好 有没有可能会破位的准备 当然从加量关系来看 我倾向于这里低点已经出来了 包括XLF 可能低点也在最近出来了 那当然不排除我们之前说过的 测试下30做一个双敌 也有可能 另外像我们昨天讲到的 就是比较关键的几个品种 黄金还有白银啊 这边也是大家可能会关注比较多的 我们说的保值的这些资产类别 保值的资产类别 在之前我们这里有给过啊 年初就给过 保值资产类别总共有十来个 黄金算是一个啊 黄金二月份的高点 目前还没有击穿 那如果二月份高点击穿的话 包括白银到二月份高点 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国债其实已经回到了二月份 是23年的高点啊 那我觉得按照啊 这个这种保保保保险资产啊 避险资产保值资产 如果说是有同类型的 或相关性的回报的话 那应该都是回到这个相对高点的位置 所以目前白银还是有更高的空间啊 美元其实也已经回到了23年 二二十这个这个23年二月份 一月份的高点啊 那美元最近的走强 其实跟黄金白银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这都是避险品种啊 所以现在黄金跟白银不再跟着美元的 这个负相关去走了 而且他们现在变成一个同向的一个情况啊 那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性 说明现在是市场的一个特殊时期 那房地产相关的话 目前还是比较负面的影响 然后XLP和XLU 一个是避险品消费 还有一个是公共事业 目前是受整理市场影响 但相对来说最近是有放量 然后呢是有资金想要躲在里面啊 那有些大的市值公司 目前是看到啊 有资金想要躲在里面的这么一个感觉 但如果说嗯 全球金融体系受到冲击的话 那所有东西都很难独善其身 全部股票可能都会跌 对吧 只有个别可能几只黑马 或者说有单独属性的 可能会涨 像白银黄金这种属性的对吧 那同时可能还有些个别的这种新闻相关的 一些生化制药股可能会涨 那我们看今天已经开盘了 生化制药相关的股票 还是最近可能会比较活跃一点 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消息 不一定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啊 啊 我们看这里稍微有点卡顿啊 这里好 既然基本上早上都是一些 生化制药相关的股票啊 然后还有一个 Syner Jewelry SIG 这我们说过 还有那个Academy Spot 这两个其实都属于特殊的零售啊 因为当下这个市场呢 可能不受影响 啊 今天大市值的公司并没有很多 呃pd可能算是市值比较大的了 我们看到 对 pd算是排在前十的了 对吧 因为市值大的公司并有特别多的 在涨幅榜上了 跌幅榜的话 稍微的多一点点啊 那我们关注的对象里面也没有太多上跌幅榜 今天ESPR之前我们看好的一只药 啊 再跌了60多个percent啊 那这应该是数据的原因 这也告诉我们药股其实是很危险啊 这个药之前可能是几十块钱的一只药吧 确实是在21年的时候是三四十块钱 现在跌到一块钱啊 那如果说整个数据 最后是从一开始可能比较promising到后面 disappointing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药股往往可能风险比较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控制仓位的原因啊 啊然后rumble on也是往下跌 啊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amrs啊 也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性吧 跌超过10%的我们会关注 呃 10%以内的我们就不管它了 然后如果说按照marketcap来分 银行啊 尤其是欧洲这边的银行 目前还是一个重灾区啊 得一只银行DP 可能稍微的麻烦一点 昨天是瑞银CS啊 那银行一个一个接着爆 那感觉欧洲这边可能风险会比美国要大 对吧 向来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欧洲如果一旦收不住的话 首先先欧洲受美国影响 然后呢 受美国牵连 然后欧洲自己爆雷了 然后最后引发全国啊 全球啊 甚至美国也被拖下水了 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 还有新市场 新专四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包括俄罗斯啊 这边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俄罗斯反而现在目前是最最安全的 因为之前呃传统的金融体系 把美元结算的这个体系 跟俄罗斯是脱钩了 所以俄罗斯反而现在是相对安全的 按照这么去理解的话 对吧 但是呃 俄罗斯的股票现在都不能交易啊 所以呢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进行的金融市场上的投机 或投资的机会 这两天美元涨 黄金也涨 美股跌 美元跟美股应该跟美元管价 是的 但这个是特殊时期刚刚我们解释过了 呃 买里会受影响 买里也是高估值的巴西 阿根廷南美的 这种电商股啊 那这个股票 长远趋势是向上的 当然目前 可能我觉得还是估值上的原因 会受到更多的负面的影响啊 这个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SRK 我倒不觉得有太多的担忧啊 SRK其实45块以下 我觉得都是机会啊 只要不破最近的低点啊 可能要留有更大的空间 因为如果一旦杀估值的话 SRK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向上的 但是前两天这一根放量的 bearishing golfing 确实是让短期SRK比较麻烦一点啊 那我们再看intel intel的话呢 我觉得区间下沿 然后做了长达半年的横盘 啊 triple bottom 或者是multiple bottom 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啊 比较稳妥的啊 那之前财报的时候 大跌是给了一个绝佳的上涉机会 那当然现在如果想介入的话 也可以啊 因为intel的估值相对便宜 然后分红的话呢 虽然不高啊 但也总比没有要好一点 好 那我们看各大资产价格 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所有避险品种都是在涨 是吧 美元也在涨 美元也算是避险的东西啊 然后所有这种风险资产都在跌 然后呢 避险货币日元跟美元 最近相对强势啊 我觉得这里可能风险比较大的 首先是欧洲 然后呢 再到可能新市场 新市场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 太大的问题 但不排除这个问题 随时可能会发生 那这个马上到周末下明天就周五 然后周五的话又是一个周末两天 那不排除周末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况啊 VVIX目前还是稳固在120 那我觉得VVIX如果看 这个日线图啊 它如果换到周线图的话 三年周线图的话 你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来到这两年的一个偏上延的位置了 只要维持到100以上 我觉得这个事件风险是没有结束的 120以上 可以看到是更大时间的一个范围的一个区间的上延的位置 那将会打开到130到140波动的空间啊 那130 140 150 这也可能会导致VIX冲上40甚至50啊 另外我们看看Amazon Amazon就也没什么特别的吧 我觉得这种杀估值的情况下 也不做什么推荐 虽然Amazon昨天 前天是有不少的异动看涨啊 我觉得Amazon可能更多的也是资金的一个避险 认为无论市场发生什么事情 Amazon自己有足够的现金流啊 然后他可能跟这种传统银行的这种关联也不太大 对吧 但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更严重的金融体系崩塌的话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挡不住啊 包括Amazon的估值也会往下调 RIG原油股 我们都不做关注 TL也是 TL也是 所以这些能源公司全部都不做任何关注啊 因为原油价格我们是不看跌的 但是能源股我们是不看好的 原油信息指标依然是走强 所以我觉得原油价格还是会有反弹 我不认为原油价格就此会一去不复返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交通航运类的 比方说这种船运啊 也并没有说因为油股 这个油下跌而有积极的影响 包括大家可能看的那种航空公司Jazz 也没有说因为 这个油下跌而有上涨 这个之前我们判断还是对的 所有这些受通胀 受油价影响的东西 都是会有负面影响的 这个还是不变的 无论油价怎么涨怎么跌 这些都是负面的一个看法 那油价最近回调确实多 感觉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到金融体系 这里面风险系统性的风险正在出现 很多信号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种互相关 正相关的关系都出现了比较模糊的变化啊 那这种变化其实就说明市场是在一个特殊时期了 这种特殊时期的话 常理的判断可能不一定有效了啊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控制风险 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去操作了 最后个问题 OXY持有吗 不能持有吗 OXY尤其是在巴弗特宣布买之后 就不能再买了啊 他买之前你可以买 他宣布买之后你就不能再买 当然在区间下沿 不排除可能跌不穿 在OXY 作为油股的话 可能是较好的选择 但整个油股都不是好的选择 现在啊 好 今天先讲这么多啊 那也感谢大家的问题 大家就更多信息可以拨打 Festrade的客服专线电子油件 以及官方微信服务号 Festrade-985 大家可以扫码关注啊 服务华人30多年老多电商 真正意义的美容最伤 那我们明天早上同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and stay proud 拜拜